上海在4月22日報告新增加12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高於前一日11宗 在嚴賴的封鎖和嚴格的網上審查下 居民的不滿情緒持續高漲 在星期五上海全市新增無症狀感染者20634人 較前一日15698人有所反彈 官方數據顯示 4月22日新增確診病例2736宗 比一日前1931宗確診病例有所上升 上海市政府指 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齡為88歲 所有人都有潛在的健康問題 沒有人接種過疫苗 監測上海疫情爆發的澳大利亞公共衛生專家 科田大學國際衛生教授丹塔斯表示 一項需要能植實施的措施是 加大老年人和其他藥細群體的加育針的接種率 並且探討是否可以使用mRNA的疫苗 中國還未推出自己的疫苗 並且選擇不進口海外的開發疫苗 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星期五發布的一項研究當中 最近另一宗疫情爆發地 中國東北城市吉林醫學專家表示 中國的疫苗到目前為止是有效果 雖然新出現的新冠病毒變種仍然不可預測 雖然上海中心所的居民區仍然四處充滿著失望的情緒 但當地官員賓廷表示 除非隔離區以外的新病例全部清零 否則不會放鬆防疫措施